包括行政人士及所有工程費用 幾乎都是來自於政府的補助 但是來自於政府的補助 並沒有受到民意監督 我們看到 國家補助銀林縣的選議會高達 93% 也就是說 93% 幾乎都來自於政府 其他 6 點多% 是來自於哪裡 是來自於利息 租金 出售資產 還有一些農地上面有蓋的工廠 他必須搭牌 由民間付給水利會搭牌的費用 也就是變成是水利會的收入 我們看到國家補貼雲線水利會 每年高達將近 13 億 費費是全額補助 所以過去說 農民是 6 個水租 現在是由政府百分之百 完全補助的水利會 會費專業補助的時間 僅於 4.49 億 工程費有農委會的農田水利會 補助給農田水利會 工程的全額補助在雲林縣就高達 3.89 億 還有業務費的全額補助 1.83 億 政府徵收土地付給農田水利會 1.51 億 還有農業用水賣給台塑六星工藝用水 這使用費能高達 1.2 億 所以佔他總收入的 93% 基本上水利會的態度就是認為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樣的一個組織 變成國家來經營管理 對於整個水利會未來的發展是正面的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知道說 水利會現在它叫做是特殊的一個工法人 這個工法人一方面 他又有行政機關的一個性質 但是他又是自己的獨立選舉 獨立選舉的發展歷程中 我們看得出來他的歷年來的投票率是非常的低 幾乎都是沒有到達三成 也就是說這個沒有到達三成的水利會的會員 來決定這件會長 來投票決定會長這件事情 因為投票率低 使得這個大家都會認為說 那水利會的這個選舉是不是獨具形式 那未來如果我們可以在這次的改革中 把它改成官派之後 包括未來所謂水權的規劃 以及政府的補助可以更加的完善 而且可以讓每一個農民都可以享受到 農田水利會灌溉用水的這個福利 那我認為說這樣的改革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國民黨在面對這個改革的時候 請不要再Bagger 因為過去水利會官派這件事情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也曾經有過 那我們看到昨天 吳敦義主席在中常會的時候 表示說他們為了水利會的改革 他們不惜一戰而且他們要夜宿立法院 但是我們為了展現決心 我們在早上天還美亮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議場的大門口先行的贊助 也就是說如果按照議事規則 依照排隊的順序 我們在為我們在明天 明天的議場 我們會先行處理農田水利會這個案件 那我們希望說國民黨面對改革的關鍵時刻 不要再站在改革的相對方 我們再次的呼籲國民黨